全国仅存7个,新疆就独占5个 新疆下一个彻底设施的地区会是哪一个呢 最近有小伙伴在后台留言询问 新疆的行政区化为什么那么奇怪 为什么会存在着大量的地区这行政体系呢 并且有些相互之间还存在着复杂的关系 鉴于此,小爷觉得有必要做一个小小的普及 咱们如果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就会看到宪法对行政区化的规定第30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政区划分如下 一、全国分为省、自治区、直辖市 二、省、自治区分为自治州、县、自治县、市 三、县、自治县分为乡、民族、乡、镇 宪法规定很明确 中国行政区化一般情况下是三级体系的 也就是省、乡、县 在民族自治的地方则是省和县之间加了一个自治州 但属于特例 换言之,按照宪法规定 中国的行政区化,省是直接管辖县的 但是一个省是很大的 一般都是有几十甚至上百个县 在建国初期的那种交通信息条件下 省是不可能直接管理到每个县的 那咋办呢 于是呀 省政府就把全省划分为若干大的区域 每个区有若干个县 再派出一个机构 到该区代表省政府来进行管理 这个区就叫做地区 这个被省政府派出去 代表省政府进行管理的机构 就叫做地区行政公署 简称行署 其行政首脑就叫做地区行政公署专员 地区也有党委 其书记就叫做地委书记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以及本世纪初期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 特别是行政区化改革的推进 东中部省份大批行政公署撤销 建立地级市 时至今日 地区也所剩无几 目前全国的行政公署只有七个 而新疆独占五个 那就是河田地区 喀什地区 阿克苏地区 塔城地区 以及阿勒泰地区 都没有撤销行政公署 地级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二级行政区化之一 1982年 11号文件中 向全国发出了改革地区体制 实行市管线体制的指示 当年先在江苏试点 1983年开始在全国市行 开启了市管线的浪潮 从这时开始 全国各地的地区 纷纷彻底建设 这就是所谓的地级市 地级市自治州地区和门 是目前我国评级的行政区化 地级市在流程上 人才市等重要事务上 都是需要人大通过的 而地区行政公署则不同 地区行政公署 不是地方上的完整行政单位 在法理上 它是上级政府的派出机构 地区行署不设置人大常务委员会 而是设上一级人大委员会的 某某地区人大工作委员会 同样的也不设政协 而是设立上一级政协的 某某地区政协工作委员会 具备就在于地级市的各级主要负责人 需要由人大委员会选举和批准才能认知 而地区行署的各级负责人 都仅需要上级党委 政和任命即可 从这个组织形势上来说 地区行署是脱水版 无码导演点击版的地级市 它充分体现了党对地方的领导 作为一级政府两个最重要的权利 财政权和人事权 行署是没有的 但是在现实中 由于现在行署的权利越来越大 现在的一些行署设立了财政局和人事局 换言之已经实际的拥有了这两项权利 但这种情况并没有上升到法律的层面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 辐射和带动能力更强的地级市 更能适应发展需求 彻底设施成为必然趋势 彻底设施不断被提倡日程 近年来 整个彻底设施精神明显加快 体现在新疆的旧友 2015年4月12日 国远批准托尔芬地区彻底设施 托尔芬成为新疆首个车销地区建制设立的地级市 车销托尔芬市 建制改设为高昌区 霞一区两县 即高昌区 善善县 和托克逊县 2016年2月18日 哈密正式彻底设施 自首之路 经济带沿线诞生最年轻的城市 较下一区两县 也就是一州区 一乌县和巴里空哈萨克自治县 彻底设施后 可以有效提升行政效率 讲话办事流程 不可否认 先前受到人才管理等多方面有所影响 导致地区客观存在 资源利用不够充分 曾经多 且手续复杂等问题 彻底设施后 地级市直接管理区和县 相应审批手续就将有所减少 效率也会更加提高 中心城市的急需效应和辐射功能 也会随之大大增加 最终带动 所属各区县 实际快速发展 彻底设施 对于名声改善而言 有着事半功倍之小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 地区彻底设施之后 将在税收方面拥有更大的空间 由此 用于改善名声的投入 也将相应增加 再想彻底设施之后 地方还将招商引资工作中 就有更大的能量 更有利于名声改善 地区彻底设施之后 城市建设水平和管理服务能力 也将提升一个档次 这是因为 随着城市级别的提升 地区在争取政策支持 以及重大基础设施布局方面的机会 也将大大增加 不但可以享受国家对地级市的 在工业发展 城市基础建设等方面的相应政策 还可以增强与周边城市的沟通能力 随动以工业 物流和交通运输等为主体的 城市经济迅速发展 彻底设施之后 有利于有机整合资源 优化组织结构 必须彻底设施后 将重新选举产生党代表 人大代表 领先委员 并按照法律程序 选举产生党委 人大 政协和政协领导班子 如此 发展基层政权建设 下一个彻底设施的地区 会是哪一个呢 地区行属是历史产物 要完成彻底设施 需具备一定的条件 就是经济规模和人口因素 此外还有地理位置 人口密度 中心城市规模等因素 也是彻底设施的辅助条件 因此 没有完成彻底设施 传统上是被认为 不满足上述或者几个条件 所以新疆还有五个地区 没有彻底监视 这些原因 无外乎以下几个 一是地盘带大 二是人口不够 三是经济不够发达 当然新疆地盘太大 人口分散是最主要的原因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和城市规模的扩大 新疆也必将紧定趋势 进一步推动彻底建设 行政区划改革 下一个彻底建设的地区 会是哪一个呢 大家不妨来猜一猜 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 小鱼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喜欢小鱼的视频 记得点赞和关注哦 拜拜